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星期日夜晚的大概7時20分左右 今天為什麼會置身在九龍塘呢? 去這個浸會大學的這個全理士藝大樓 那做什麼呢? 話說他們畢業的同學要拍一些短片做一些畢業作 裡面就要找一些演員去參與這個拍攝 對於我來說就更好 不需要自己去度劇本 找地方 找演員 而是他們安排了一切 然後我就去滿足自己演戲的慾望 那是不是非常之好呢?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中的 但是不中也不要緊 那當認識一下一些現階畢業的讀電影的學生 那一會兒結束了面試再跟大家分享 剛剛在上面下來了 已經完成了這個視鏡 我開始以為是一個導演一個製作去見一些演員 但是想不到是整十個朋友 就是畢業的同學仔 就去到那間房裡去看我的演出 那設了一些攝錄機 去給一些劇本我去預備 大概十多分鐘 那這次我自己都算背稿都叫背得快 我覺得 因為都不少的獨白 還要不是一個角色的獨白 我想是來自不同的短片裡面的一些角色 那些導演都想試一下你的適不適合做那個角色 不過都挺好玩的 甚至有個學生 他都忍不住出來跟我一起做對手戲 做了不少的角色 做了一個讀電影畢業的 就是希望能夠繼續拍電影的一個角色 做一個電影贊助商的一個角色 做一個嫖客的角色 嫖客的角色好玩 做一個男朋友的角色 就是我覺得 怎麼說呢 教學都是開心的 但是除了教學之外 自己都是喜歡做戲的 那這些機會 雖然不一定是將來之後有機會能夠參與到他的製作 或者作品 但是在那個面試過程裡面 又叫做 見一下一些新朋友 見一下一些對電影充滿熱誠的一些導演 編劇 監製 而自己又可以過戲癮 那自己付出人物很多 那坐車出來來回都是十幾二十塊 但是一個挺好玩的經歷 我覺得OK 那以前常常都 目標就是一定要中到某些角色 或者中到某些廣告 短片 電影 但我又覺得 就是 想回頭其實在一個過程裡面 已經覺得挺好玩 已經是一種 心跳加速的一種感覺 那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 去繼續 跟個別的畢業同學去 參與到他們的 影片的拍攝 那開心的 這次的面試也開心的 嗯 還有可能跟外面的商業製作會有些不同 外面的商業製作可能一看你的外形已經很快地去界定了 又或者是你的年紀已經很快地就可能已經filter了一陣 或者你的身高等等 看看有沒有多些機會能夠 就是找到一些不同的機會去進行面試 因為時間真的很有限 生命真的很有限 希望都能夠 好地把握人生的每一分鐘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還有有意義的事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